大年正月十五 全聚德挂牌营业 那门前是车水马龙啊 那真叫红火 那也是事前呢 宣传工作做的足 洋权人人缘好 原来的德聚权影响深远 这全都有一定的关系 人们来吃鸭子 一个是好奇 一个是参观参观 这新馆怎么样 尝一尝 全聚德的烤鸭 总之 怀着各种不同的心理 大家来 另外呢 全人人缘的确是好 那亲朋故旧 广这就得来了多数人呢 从十五开张 一直到正月初去了 客人是拥挤不动 都排号 不排号吃不着 书说简短 除了正月了 到了二月的时候 每一矿欲下 刮破了 那客人明显的就见少了 门前的红火劲也没了 哎呀 杨全人堵心呢 这怎么回事呢 得找毛病啊 找啊找啊 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的思想 经过多种调查了解 他亲自探访 他发现了 除了全聚德烤鸭店之外 在北京 大大小小的饭馆 烤鸭店 数不胜数 多亏者 就是便一访 人家是溃然不动 照就是高鹏满座 为什么自己的烤鸭 比不过人家呢 一个人家经经多年 有信誉 有基础 最主要的原因 自己这烤鸭呀 赶不上人家 虽然是后期的 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 所以人家老主顾 依然敢奔便衣坊 敢奔其他的地方 不上他这来 所以啊 他心就凉了 这可如何是好 这全聚德 是拿银子堆起来的 当初自己的心性 有多高 现在泼了一盆冷水 虽然也有收入 但是那个收入 跟想象的截然不同 杨全人坐不住了 马上付诸行动 背上车子 到了顺义县 来找张三爷 张大哥讨教 现在张三爷不做奶奶了 在银号存了不少的银子 现在放银子 挣点小高利贷 就这点钱足够他的生活 张三爷就在家养老了 没事就溜达溜达 逛一逛 开开心 跟全人是经常往来 全人这一登门 张三爷非常高兴 得有兄弟 你那买卖那么忙 你怎么抽出身子上我这来 大哥 别提了 到屋一边喝着水 杨全人是哀声叹气 大哥 我买卖 花破了 不像你去那会儿那么火爆了 哦 为啥 我找到多种原因呢 咱那个货还不硬 没有超过这些便衣坊 和其他烤鸭店的优点 在人后半年 肯定是不行啊 刚开张的时候 仗着朋友们捧场 老熟人什么的 时间一长 谁能天天来啊 所以大不如前呢 我心似幽烹啊 我向哥哥你来讨教讨教 怎么能使这个买卖的振兴起来 哥哥无论如何 你给我出个招 这样 全人哪 买卖难做呀 你看有很多的买卖 开前挺红火 最后关了门了 就是没做起来 这个 哎 兄弟 你来了 正好 正有件事 我跟你说呢 大哥请讲 什么事 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没有 那不叫废话 兄弟 你记得当初 我跟你提过一个人没 谁啊 老孙头 就是孙铁杆啊 那是狱厨子 专门烤鸭 人家的烤鸭站着一绝啊 他那个烤鸭是什么呢 叫挂炉烤鸭 味道与众不同啊 你要想超过同行 首先你得找绝人 人得绝 手也得绝 拿出去就叫醒 就老孙头啊 当年 装管御膳房 包哈局的人一把 他做的那烤鸭烤猪烤肉 专门供给皇上吃 皇后吃和太后吃 后来因为 什么原因 我就不太清楚了 老头不爱干了 辞职还乡了 就还乡之后 请他的人呢 那简直 孰不上孰 老头不出山呢 现在抱墩了 可能也够吃够花 如果兄弟在这 能把老孙头给请出来 挂炉烤鸭一上市 包你红货 是吗 哎呦我的哥哥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 我也是才值得心 哥 那么这个老孙头 孙铁老 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哎 跟我呀都住在顺义 他住在孙家弯 离我这十二里地 有人发现的经常进顺义老城 听说他下棋河水去 过得挺滋润 哥 能不能这样 把孙师傅请出来 到我那帮忙 我多给银子 哎呀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啊 你听我跟说 这人呢 艺术高也好 手艺高也好 他都古怪 难以接近 你说在御膳房 还有那么好的地方啊 司官两面 手眼通天 银子正也不在少数 他硬是不干了 谁请他 他也不去 后来精华馆 把他请去了 精华馆 你知道吧 一个月 他烤牙烤一次 剩下的日子 就在家待着 给多少钱 都不出山 后来跟掌柜的 发生了矛盾 他摔耙子 也不干了 据说这个人呢 又骄傲 又古怪 你说你请他 人家能不能赏脸 能不能出山 这哥哥 我心里都没笔呀 哥 我有底 公道自然成 事在人为呀 我相信那些人 都没把功夫做的家 做的家 自然能成功 哦 兄弟 你有把握 有 那行啊 有呢 你就去请 我一个人不行了 哥哥 你得陪着我呀 咱哥俩的面子重点 有些事 咱还可以参考 最近我把买卖 交给旁人了 我倒出身子 就请能人 哥 您就跟着我 行嘞 舍命陪君子 我陪着你 今晚上别走了 住到我们家 咱哥俩从长计议 明天再去 行了 杨全人 就住到张三爷家了 彻夜长谈 第二天 先叫伙企们 买了八彩的礼物 顾了一辆车子 这车子上 拉的全是礼物 你想请人家出山 尤其这老头那么古怪 一般的东西 能拿出手去吗 得舍得花银子 得叫对方动心呢 不动心 人家肯定不赏脸 东西齐备了 哥俩穿戴整齐了 坐上车子 赶奔老孙头的家 到了孙家弯了 车子停住了 一打听 孙铁杆 无人不知 路人就说 往前走 门前有两颗龙找回 那就是他们家 好嘞 谢谢你了 我我我 到了 就是 车子停住 张三爷和全人 从车子上下来 来到门前 一看 这大院套 大门紧闭 虽然说 没有怎么豪华 但是这地儿 可以不错呀 哥俩 进前叫门 啪啪啪 扣打门环 好半天 里头出了个人 这个小年轻的 看那样 不到二十岁 大门 自扭一声开了 这小年轻 很不礼貌 横上着眼睛 看看他们俩 看看后面那辆车 找谁呀 啊 我们来拜访孙师傅 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 呃 认的吗 不敢说认识 是慕名而来 跟你们这么说啊 我们家主人不在家 哪里去了 访客去了 你们问这么详细干嘛呀 干什么去了 还得跟你们打招呼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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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家 没在家 哎 请问小哥 老人家何时回来 不知道 我当仆人的 我敢问吗 主人来去自由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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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等一等 哎呀 今天相见无缘呢 深感遗憾 我们给老人家 捎了点礼物 请您代为孝纳 先收下 等老人家多长回来 跟老人家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我叫杨全人 哎 这是我哥姓张 我们两个人来拜会来的 从北京来的 我是全聚德的掌柜的 哎呀呀 记不住 记不住 得不得得不得 说这么些 我上哪能记 行行行行行行 不过 不过礼物不能收 为什么 哎 别提了 因为老头不在家 我收了几次礼 回来 老人家跟我翻了脸了 把我痛刺了多少回呀 因此礼物绝对不能收 你们叫我挨打呀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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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光 把门给关上 哥俩吃了个闭门羹啊 是乘兴而来 拜兴而归 回到张三爷家里 杨全人是长须短叹 张三爷就说 兄弟 看见没 嘿 主人多大 奴才多大 你瞅这守门的这小孩 你看那牛气冲天呢 连就真话都不会说 都不懂礼貌 哎 兄弟啊 你泄气了 没有 我就感觉到 咱心还不成 心成则灵 哥 咱还得去 他不现在不在家 他不能老不在家吧 哎 一旦回来 咱还去 那谁知道他哪天回来 哎呀 那么大年纪了 他能上哪去 也就放心问有呗 过两天咱再去 好嘞 兄弟 我陪着你 你不必多说了 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吧 简短接说 第二次又来了 到这还是那小孩开的门 这小孩一瞅 哎 你们怎么又来了 老弟呀 孙爷回来没回来 回来看看 又走了 又走了 这回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说过 我不知道主人的事 我过问不着 你们走吧 走吧 走 哎呀 小老弟啊 我们还有一肚子话 想跟你说 我不听 我不听 你跟我说了 没用 他们正在门口 寄过 这么时候 从院里走出一个人来 小五 怎么回事 哦 那是半天的小孩叫小五 小五一回头 少主人出来了 少主人三十来岁 长的是精明强干 文文当当 少主人到了门前上下打量杨权人 看看张三爷 二位 你们哪来的 北京来的 请问您是啊 我就是本宅的主人 是不是找我叔叔 孙铁杆 孙师父 是您叔叔 对呀 哎呀 那我们就算来对了 我们有一肚子话 想要跟老人家诉说 能否给我们个方便 哎呀 听说了 小五说 你们来过一回的 大老远的 不容易 请他里边吧 哎 这个主还真给面 倒入屋了 这屋里还真宽敞 没有什么名贵的家具 但是宽敞一人 大家坐下之后 喝着水 这小伙才自我介绍 我姓孙呢 叫孙道全 孙师父 那不是旁边人 我亲叔叔 你们有什么话 就跟我说吧 虽然他不在 跟我说了 跟他说也差不多 那太好了 是这么回事啊 杨权人就把 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 说完之后 少主人乐了 杨掌柜啊 我不是扫你的姓啊 恐怕你呀 是乘兴而来 拜兴而回呀 待我这说 我叔叔我叔叔就不能赏给你面子 比你强的多的多的 有的是 送礼的人 推不开门 我叔叔是一概拒绝呀 他下定决心就归眼了 再不出山 你说你们说 你说你们说多少话 也说不动他的心 谢谢二位光临 谢谢你们想着我叔叔 我代表就谢绝了 你们回去吧 别影响了你们的生意 杨权人一听 这门闭得登登紧啊 权人赶紧抱全失礼 我少主人啊 能否见见老人家 见见您这叔叔 见完之后 我也是这番话 他要拒绝了 我才能死心 不经过他亲口拒绝 我心不死 我们还得来 我你这人可够执着的啊 这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啊 你见不着我叔叔 我叔叔现在 烦家里来客人 早早的就走 有时候也不回来 看你们这个志诚劲儿 也罢 跟你说吧 我叔叔老了老了 别无所好 爱下棋 天天到睡一老城 上那下棋去 现在迟迷得不得了 要想见我叔叔 到我家来 十次得九次扑空 如果你们有诚意 就到顺义老城 有个地儿 牧家茶馆 他老牧家茶馆 一找 指定在那 那就看你的缘分了 哎呀 多谢少东家 指点迷津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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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一会儿 把礼物送上 这少主人也不开 不不 不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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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送给我叔叔的 我不能代收 我收下 也得挨骂 你们烧回去 这请 我领了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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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二次啊 真不错 还算见了一遍 虽然没见到老孙头 跟他侄儿交谈了半天 哥俩抱着一线希望 上了车子 又回到张三爷家里 张三爷不住的摇脑袋 哎呀 咱这叫舍近求远呢 我就住在东关 这木槿茶馆 我听说我挺大一个茶楼 咱哥俩奔木槿茶馆 明天 明天再去 第二天早早的 熟悉已毙 十八早点 坐上车子 奔老城 您还真别说 顺一城不大 麻雀随小 五脏俱全 就这商业一条街呀 能有二里地长 买卖铺户金字牌匾 十分惹人注目 这地方还挺热呢 到了跟前一看才知道 这是一个大市场 顺一城的老市场 坐车不方便 他们下了车子 哥俩顺着人流往里边走 东敲西看 这才找到木槿茶馆 一看这木槿茶馆 这个地势相当好 在狮子街 往里边一看 高棚满座呀 这喝茶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书中代言 木槿茶馆的木掌柜 是清真跪教 躲天晦晦 这木掌柜的 好 好教 别看开茶馆的 私官两面 三教九六 有的是好朋友 他这茶馆 紫一辈赴一辈 干了几十年 一支营业是这么红火 不光卖茶水 里边还有棋 有象棋 有围棋 他这么吸引人了 所以有很多棋高手来 哥俩两个也进了木槿茶馆了 木掌柜的正好闲着呢 一看进了俩主顾 哎 里边请里边请 两个人找了一张八仙桌 坐下来 要了壶上等茶 摆了四个小吃碟 两个人边喝着水 就一边搭个 杨全人就问 您是掌柜的 啊 正是 哎 请问一下 孙家弯 孙铁杆 老孙头 来了吗 哎 你看怎么那么巧 他刚坐下 你们就来 那位就是 用手往左面一指 两人甩两棺桥 一看那桌上摆着棋盘 上吹手 坐着个人 在他们的思想认为呀 这孙铁杆 老天八地的 跟那张半仙差不多 全然相错 一看呢 五十岁上下 倍儿精神 红光满灭 一步花白的虚然 腰板也挺直 穿的也不错 在那块儿 眯分了眼睛 品茶呢 齐全都摆好了 好像等待什么人 全人一瞅 哎呦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沉胖上了 这是我需要找的人呢 张三爷性情更急 这迈步就想过去打招呼 全人一把把他拉住 卖 大哥 沉住气 看见没 人家在那宅 等人 心呢 没在咱们这儿 你贸然一过去 背不住 惹他生气 咱们沉一沉 一会儿再过去 张三爷说也好 我这人性子极强 两个人喝着水 嗑着瓜嘴等着 果不其然 正这个节骨眼 外边进了一大帮人 能有十几号 簇拥着一个大个子 这大个子按现在来说 没有两米高 也差不多少 穿的这一声油纸麻花 可不是咱厨房那种油 是油漆 红一块 绿一块 黄一块 色彩斑斓 穿的不怎么的 为他这帮人 一边往里走 一边说 我说 马爷 今天你遇上孙爷 不定谁胜 谁负